过了他在2013年4月起呢 他就担任了我们SNE的主持人 名人呢他就是叫做阿丁 是我们名人林毁中 接下来呢他在去年度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被一个魔朵匪徒打抢 几乎他的脸呢都毁容到很可怜 过了他就是在他不用SNE的情况之下 他恢复了比以前还要帅气的年孔 欢迎我们各位阿丁处牌 今天的感觉很特别 因为平时都是站在台上主持人 其实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他不只蒙动全国 还有蒙动到新加坡这样 那么刚刚呢我们的主持人有问到就是 当时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当时呢大概是半年多前吧 有一个晚上就我工作之后 11点大概11点这样 我要去找一个朋友 那么呢很显然的就是我在他那个公寓外面的路边停了车 停了车之后正要走进去的这个途中呢 呃就不幸的有七到八个墙匪很多 就有来攻击了我 然后呢就把墙的东西 墙的东西之后呢 他们最新的这个干案的手法就是他们继续的打你 让你不能反应为止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上帝有保佑啦 自己非常的好彩就是没有发生太大的意外 头脑还是好好的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条命站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这是一种缘分 因为开始可以主持S&E的活动 然后就觉得哇这公司也太强了吧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公司所有的人都好像家人一样 第二个我觉得我每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就好像我们的耐人同病欲 其中有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每一次出席S&E的活动就觉得自己很像 Superstar其实那时候也非常幸运的就是我没有昏迷 如果不省人事的话事情就严重非常多 那么当然就是在我的事情之后呢 有发生很多类似的案件 那也发现到就是很多受害者真的是会昏打不省人事 那么也有很多个就不幸的过世的 所以医生讲说其实你是非常幸运的 我在医院只有短短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一个礼拜呢 一个礼拜的时候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 就是每一天几乎都有二三十个人会来拍照 然后想要访问 那我妈妈就非常担心我不够时间休息 所以一个礼拜之后呢 她就把我遣送回去家乡 回去随便带你回家 我讲一下就是我一开始我还 我接触Nestady之后 我还没有真正开始试用产品 直到就是我受伤的时候在医院 然后呢 我很感动的很感恩的就是我之前合作的 这次还有他的伙伴们 他们整个团队就特地来到医院看望我 他们看望我还不要紧 他们还带了很多XND的产品 带了很多XND的产品 过后还不要紧 他们又准备了一张非常感动的卡片 他们自己做的卡片给我 那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 真的很感动 然后直到我回到家过后呢 我妈又讲说哪里 你看那很多人送你礼物 就真的像是他这样搞 我就远远就看到一个在发亮发亮的东西 就是我们XND的包装 天地鸡包 对它就是亮的嘛 对不对 我就想说诶 原来XND的人有来看过我 因为我其实有点忘记了 我就想说好吧我就开始来吃 我就立刻call给Alvin 我想说 Alvin 我有这个产品 我应该怎么吃 那天开始呢 我就开始他讲说 你可以试一下早上两颗 晚上两颗 然后再把那个 那个 打开 用里面的那个 来涂在小桌上面 我就有照做 就是 早上两颗 晚上两颗 可是不过我觉得 反正 是Alvin送给我的心意 我应该要快点快点吃了 所以呢 我也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能量 因为那时候很 非常非常的弱 第一个血压很低 第二个是整成努力 第三个就是我的手 还在就是断的状态 所以呢 我就改了 早上三颗 晚上三颗 然后再来就是 涂在伤口上面 可是 在差不多一个月以内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很重要 第一个是我的心态 我跟你讲 我一定要好起来 我要变我以前很开心的那个人 我要回去工作 所以呢 我就很正面的开始一直吃 一直运动 做物理治疗 然后很努力的在查 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医生有这样 伤口 伤口 如果你不照顾的话 它变黑色 它就是永远了 所以呢 从那件事情过后到现在 当然我有吃药 有在运动 有在物理治疗 也有用SNE 我很开心的 就是到现在 其实已经半年多了 我的伤口还是粉红色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大家